新北市淡水发生了砍人案件 有两名房仲前天为了房客租房问题 到社区的管委会了解情况 却和主委发生了口角 隔天主委假借要和房仲道歉 把人约到了社区管理室 锁门之后和友人持刀砍伤了房仲 而目前涉案的三名嫌犯都已经逮捕到案 警方将进一步的厘清案情 丁着头不发一语 三名嫌犯双手遭反抗 准备移送地检 因为他们涉嫌杀人未遂 图车两个人手都有伤 远景紧急呼叫119支援 因为现场两名伤患遭砍伤 索性意识都还清醒 事发在新北市淡水移出社区大楼内 二号晚间发生恐怖砍人案 原来大楼租客经常惹是生非 房东请房仲到社区管委会去了解 却没有事先知会 房仲找上料姓主委想要询问租客资料 主委表示这是隐私不能给 双方起冲突不欢而散 隔天主委竟然就找来两名友人 假装要道歉和房仲约在社区 主委趁机锁门迟到砍人 遭砍伤的被害人破窗逃跑 根据了解证明廖姓主委具有黑道背景 两年前曾参选台北市市林区里长 当时疑似得罪道上兄弟 遭人砸毁竞选服务处 没想到这次又惹出纠纷 廖姓主权自知难逃警方追气 于3日13时许自行到派出所投案 主宣刀案后 警方也另外在大安和南港 逮捕许姓和苏姓共犯 而苏姓嫌犯被逮时 正在驾训慢考驾照 路考还没结束就被上考带走 至于有谁动手 以及刀鞋下落 都还要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得初会讲目以新闻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